我一向是勸何不勸禮 毕竟十年修得同船度 你就想像你騎一台自動車在騎金的船上 隔壁那台車上的妹子 就是你上輩子的老媽 你每天吃早餐 那個自上長毛的老闆娘 可能就是你上輩子愛的死聚火來的情人 那更何況是你現在的交往對象 那個緣分也鐵定是更深啦 又到勸何不勸禮的七七老大 偏偏今天來幫你們做一個分手評量表 因為有一些人真的是 M屬性的情人 他對你越壞你越愛 還一直幫對方去找藉口 他不貼心 你說什麼他在沖事業 他很花心 你說都是那個劍骨離金誘惑他的 啊像這樣不到粉身碎骨 你是不知道自己在走鋼索 所以大家就可以藉由今天的評量表 我們一起客觀的來看看 你們現在的關係 到底適不適合繼續走下去 還是應該立馬分手咧 我們馬上開始 好啦 小黑 你現在就來幫我們唸一下題目吧 我在吃飯啊 蛤 到底是你吃飯重要 還是我們七味本的幸福重要 趕快趕快 以下喔 有八題小題 每一題三分 再來是四題大題 每一題六分 分數越高就代表 你分手指數越高啦 好喔第一題喔 來第一題第一題 不支持你的興趣 不喜歡你的朋友 是還是不是 對啊 這一題喔 愛屋即屋 只有真正做到叫真愛 你愛看足球啊 他覺得是一群人在那邊追來追去 射也射不進去 超無聊 他不只不陪你看 還叫你整天洗碗 那你喜歡看的是愛情劇勒 他覺得一堆人在那邊追來追去 射又射不進去 總而言之 他覺得你喜歡的都什麼 浪費生命啊 你的朋友啊 都是豬朋狗友 他全都不想認識 這樣的情況啊 有 還是 沒有 勒 好 再來第二題喔 好 第二題囉 來 總是你在 遷就和妥協 是 還是不是 欸 是不是 小時候啊 聽歌啊 我們就會覺得說 欸 怎麼會有人愛到拖鞋 到頭來 還是無解 欸 但是喔 長大之後 我們才發現 很多人愛到不只是拖鞋 愛到假腳拖啊 明明啊 不合腳 你偏偏喜歡他那一根啊 在鳳裡磨來磨去 啊 我是說那個腳趾頭的鳳啊 哈 都破皮流血了 你還義無反顧的給他愛著 所以你是不是也跟蔡依林一樣 是愛到拖鞋 總是你在 啊 遷就妥協的人呢 再來第三 彼此很少聊天 或分享心情 是還不是 欸 來 這一題喔 要怎麼判斷呢 欸 你們有沒有一週啊 談話超過兩次 是那一種真正放下手機啊 可以交心聊天的那一種喔 而且每次要超過二十分鐘 有沒有 你們啊 誠實回答 再來第四題喔 第四題 對於未來的共識雙方差異幾大 是還不是 齁 對於未來喔 這個啊 老大必須要告訴你 很多專家說一個男生 進不進步啊 很重要 喔 我倒是覺得有沒有同步 齁 才是重要 齁 就像啊 你問阿基斯有沒有外遇啊 他跟你說那個叫巧遇一樣 齁 你們吐血啊 所以啊 你們兩個相處啊 欸 你如果是胸無大志 他最好陪你 安居樂業 如果啊 你是啊 喜歡有挑戰性的 欸 那他要陪你啊 翱翔遠方 一個好男人啊 不是 非得你每天要他進步 而是有沒有跟你同步 是最重要 好嗎 好 第五題 好 好 相處上你們彼此有一邊 總是心不在眼 是還不是 齁 這個是不是你們最常有的事情 剛開始啊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帶你去啊 陽明山看夜景 講興趣啊 聊夢想 談未來 齁 等你吃過他的香腸以後 現在跟你聊天 是不是打哈欠啊 講沒兩句他啊 就開始玩手機啊 剛剛說吃誰的香腸 陽明山真的有賣香腸 好不好 齁 等你吃過他的香腸 他的香腸 他的香腸以後 嗯 好啦 欸 你們啊 要記好現在是幾題了 齁 不然等一下啊 你們忘記了要重看一次 這樣子點擊數 我們這支影片就很高啦 齁 記得那個廣告不要跳過 這樣我會賺比較多 亂講啦 好 那第六題 好 第六題 兩個人中有一方的家人 反對你們交往 是還不是 欸 這個啊 老大有話要說 人家說 平賤夫妻 百事哀 我覺得啊 不被祝福的愛情 更被哀 男生啊 年輕的時候看片 你是不是總是喜歡 還夾在兩個女人當中 嗯 但還真實出現在眼前 你夾在女友和老媽之間 絕對是超級煩 所以啊 有一邊的家人 反對 真的是 愛情當中 最慘的事情 好 第七題 再來第七題 彼此身邊 都很容易找到 更好條件的戀愛人群 是還是不是 這個啊 條件這種東西 雖然不是絕對啦 但是我告訴你 你還是絕對要小心 因為當彼此的生活環境 充滿著誘惑時 即便啊 他是名花有主 都很有可能 被人給他 漁花揭目 啊 揭上去有沒有 OK 第八題 好 第八題 生活很少清洗 總是一層不變 是還不是 哎呦 夭壽耶 這個 叫做 當你們相處的時候 彼此眼睛裡面 已經沒有那個星星 你周圍沒有那個 粉紅泡泡 這樣子 激情沒氣 你剩下的全都是 柴米油鹽的煩憂 所以啊 愛情 我告訴你 不是用彈的啊 愛情叫什麼 要用 晶瑩的 所以啊 檢查看看 你們現在是否連 晶瑩的動力都沒去啦 好啦 以上啊 這個八題啊 你記好哦 你有幾題囉 一題是三分 接下來就是 進入到我們比較驚悚的囉 大題啊 四大題啊 一題有六分 來小黑 大題一 好大題一哦 你或對方曾經劈腿過 無論肉體或心靈都算 是還不是 哎呦 喂 他有沒有哦 你可能還沒有抓到 但是你自己有沒有啊 是絕對清楚 我們心自問一下哦 這一題很重要哦 來 下一題 嘿 他動手打過你 是還不是 嘿 如果一次啊 你硬要幫他找理由 說他情緒失控 OK 那好吧 但是哦 如果是兩次的話 那我告訴你 絕對是本性啦 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啊 有暴力傾向的人 你不離開他 要幹嘛 啊 你是把他留著 明年你想過親民嗎 所以 這一題 絕對值得六分啦 來 下一題 下一題 還有性愛事數很少 大概 平均兩週 不到底是 是還不是 欸 這一個叫做 人家說碰撞 哈 會產生 新火花 你連碰都不碰 撞都不撞 欸 你感情絕對會變成 一灘死水 男生真的是 你上了年紀好好的照顧身體嘛 性生活維持住 愛情才能保鮮嘛 欸 題外話一件事 老大有一個朋友啊 欸 疫情啊 跟他美國男朋友 兩年多沒見 但是啊 他男朋友每個月都會 月揚啊 寄新玩具給他 哈哈 還拔開私訊 來一起玩 什麼大蟒蛇啊 姐夫的舌頭啊 狼牙棒啊 什麼稀奇古怪的都有 叮叮叮 叮叮叮 好啦 欸 你們不要亂猜哦 絕對不是表姐哦 所以 這種事情 是不是 只要有心 人人都是死神啊 啊 所以啊 兩週一次啊 剛剛講的 絕對不過分啦 好 再來下一題小黑 當你已經不期待 對方改變時 好 是還不是 欸 這個叫 哀莫大於心死 哈 連Energy都跟你說了 要放手 所以囉 長痛是不如短痛啊 好啦 那以上這四個大題 一題是六分啦 喔 加前面的是幾分啦 趕快算一算 老大等你啊 欸 小黑你可以去吃飯啦 再會 欸 來 現在要公佈答案囉 0到11分 老大給你們的建議叫 欸 雖然你們有一些些不合 他也可能犯了一些錯誤 但是啊 他在絕大多數的情況 還是 把你放在心上 把你那一些事情啊 給他講開 告訴他 你真正在意的事 讓李慈啊 去多多啊 為這份感情啊 更加的用心啊 就可以啦 再來囉 12到24分的人 這一個啊 基本上 老大要說 感情已經有點出現裂縫囉 那可想而知 你們絕對是啊 吵架吵翻天啊 彼此可能都在忍耐啊 一種叫 留校查看的階段 所以啊 我建議你哦 哎 你如果真的是啊 想要給對方一些機會 那就是坐下來好好的談 一個人寫出對方啊 最需要改善的三個點 然後啊 給一段期限啊 觀察對方 然後自己也去努力 試著啊 去找回啊 你們啊 交往的初心 也喚起你們啊 已經快要熄滅的愛情 再來接下來 再來事情就很大條囉 叫做啊 25分到36分的 哦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告訴你 愛的相反 他不是恨 他叫什麼 冷落 所以啊 你在這個階段啊 你的愛情啊 已經啊 so cold 很冷啦 所以啊 我還是建議你吧 好好的拿一面鏡子出來 看一看自己 憔悴的容顏 以及受傷的心 哦 你啊 值得更好的 我告訴你 如果你啊 你無法現在做到 快刀斬亂馬 那就啊 死馬當活馬一 你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同時你必須要做的事情 叫做改變自己的生活 讓你自己 重新愛上你自己 然後啊 欸 再找一個適合的時機 分開吧 再來 37分到48分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的哦 立刻就走 走跟那杯 因為這樣的關係 不要說你罷了 欸 連七七老大都替你感到心疼 如果他是這麼的不珍惜你 那為何總是要善良的你 來背負這些傷痛咧 所以哦 聽老大的哦 連夜你東西收一收就可以走了 反正啊 老大覺得啦 不同的戀情 它就是不同的情況 畢竟啊 叫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不過啊 老大設計這個評測 算是真的相當的客觀啦 能夠去幫你們 檢視一下現況 看看你們的問題 到底在哪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集 分手指數 在愛情裡面 誰都是有血有淚 也會哭會笑的 但是一個重點叫 絕對不要委屈你自己 如果你待我如玉 我必定投桃報李 如果你不懂珍惜 我也會微笑離去 別把青春啊 放在錯誤的人身上 單身啊 其實並不可怕 最可怕的事情叫做 我是七七老大 喜歡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老大愛你了 你會變得更好 你一定會變得更好 你會變得更好 相信我 很久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